经过层层关甲和严苛测试 最后才交付到客户的手中 今天就由我来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的产品都经过了哪些测试 首先是在我左手边的这台电动曲壁的一个测缝稳定性实验 这个实验主要是为了我们的检查产品 在斜坡上工作时是否能够保证它的稳定安全 我们今天测试的设备是我们一台12米的电动曲壁 额令载盒320公斤 工作时车向最大远时的坡度为1.5度 但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是放在了一个2度的斜坡上面 比工作远时的角度要大0.5度 然后我们的平台上是放了额令载盒 然后我们用一根绳索穿过一个定滑轮 全挂70公斤的载盒 但是我们现在的载盒没有直接作用在我们的测试机器上 而是放在了我们一台插车上面 等我们测试开始时 我们的插车会缓慢下降 将我们这个70公斤载盒作用到我们的测试机器上 现在就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缓慢将插车下降 将我们的测试载盒直接作用在我们的工作平台上面 这70公斤载盒是为了模拟我们人在工作平台操作时 一个手的操作力和我们设备所收到的一个风载盒 同时我们在插车下降的同时 我们这边会设置一组观察人员 时刻关注着我们机器的一个状态 检测我们机器是否实时处于稳定 同时它会测试完毕之后 用纸来塞这个轮胎的下面 看纸张是否能够塞过 而检查我们的轮胎是否有离地的情况 刚才通过 好 这边的朋友可以往这边来 我们的场景在我们的 随着我们的插车的下降 我们的70公斤载盒 都是逐渐加在了我们的车库栏上 而且它的这个方向是朝坡下的一方向 是最不利于稳定的一个方向 同时你看我们现在70公斤载盒 已经夹在了车库栏上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用纸来塞这个轮胎下面 看我们的轮胎是否有离地 如果纸张塞不过去 就证明我们的轮胎是没有离地的 是实时落在了坡道上面 证明我们的机器是安全的稳定的 通常我们的实验会分为静态测试和冬态测试 刚才向大家展示的是一个静态测试 接下来冬态测试是我们的一个空洞实验 空洞实验是为了模拟我们检查 它显示着肩固平静的路面上 当突然有一个轮胎或者是两个轮胎掉入空洞时 我们的产品是否能够依然保持稳定 保证我们平台作业人员的安全 这个我们测试的设备是用的 我们一台10米的检查产品 平台上面是也是放进了一定载盒 现在整个设备是放置在了两个钢桥上面 钢桥的高度是100毫米 当我们测试开始时 我们的检查会以全速前进 直到一个轮胎死离我们的高桥 落入空洞 然后我们来观察我们设备的稳定性 下面就有请我们的操作手 将手柄推到最大位置 让我们的检查全速前进 同时让我们屏住呼吸 拭目以待 看我们的检查产品能否通过测试 好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检查以最快速度死离了钢桥 现在有一个轮胎已经悬空了 但是我们的检查只是轻微晃动了几下 并没有轻发 这是因为我们的空洞保护机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存在了整个车身 保证了我们平台操作人员的一个安全 通过以上这两个实验 我们高框作业平台的安全性得到了一个基本的保证 但对于我们自行式高框作业平台来说 除了安全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性能 就是它的通过性 下面我们将会一个实验来验证我们产品的通过性 也就是场地施营能力 即将为我们测试的是我们16米柴油检查 我们的柴油检查向来以动力强劲 越野兴隆墙著称 我们今天的实验是这样的 在我们柴油检查的前方 也就是在场地的正中央放置了一个250毫米高的枕墓 当我们正式开始时 我们操作委员会驾驶我们的机器 以快速通过我们250毫米高的枕墓 同时我们来观察我们的检查产品 是否能够一致性快速通过我们的轮胎 是否有打滑 来判断我们的检查 是否具备良好的产业实验能力 现在有请我们的操作委员开始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检查通过我们的这个321区 我们检查了4个轮胎 普通都是与地面有一个良好的接触 这就能够将我们检查产品的强劲功力 可以充分的发挥 这主要也得益于我们的先进的浮动机构 能使我们的通过习区路面时 是个轮胎实时的保持地面 与有一个良好的接触 刚才我们向大家展示的 都是我们检查产品的实验 接下来将给大家带来的是 我们B式产品的一个测试实验 首先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柴油曲壁的一个测方 后勤稳定性实验 这个实验跟我们刚才第一个检查的实验类似 但是它的坡度会更大 会达到5.5度 然后它的车向拉力也会更大 达到110公斤 下面有请我们实验员直接开始实验 随着我们插车的下降 我们的最后的110公斤载盒 会慢慢作用到我们的工作平台上 同时我们另外一组观察员 也会实时的观察机器的一个动态状况 是否一直保持稳定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插车已经完全松开 110公斤载盒 也全部都用在我们的工作平台上 但我们的工作平台还是保持一个很稳定 很安全的状态 在我们的后方正要进行爬坡试验的 是我们17年升级换代的14米电动曲壁 它有个全新的结构 全新的电控系统 全新的外观热形 主壁下变幅和非壁下变幅 全都是采用自动下降 下降时不需要任何能量 同时也更加节能环保 我们左边 在我的右手边是一个30%的坡 在我们的左手边是一个40%的坡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电动曲壁 在应该30%的坡布时能够轻松应付 顺利爬上我们的平台 和时我们即将开始的是我们40米的爬坡试验 我们42J的爬坡试验 我们的GDPD42J是我们新包政工目前高度最高的一个产品 作业高度可以达到44米 爬坡的力量为40% 其实我们新包政工的每一台产品 在出厂之前都会爬过这个坡 以证明我们的爬坡能力达到了设计标准 交付到客户手中是一个合作的产品 每台机器在出厂之前都会有这个试试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40米产品面对40%的坡布时 也能够很轻松的爬上去 接下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测试 也是本次的压轴大戏 是我们的一个跌落实验 跌落实验是为了模拟 我们高度这一平台 工作人员在平台上这一页时 如果意外坠落 我们的高风队平台的安全带的调点 是否能够承受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冲击展盒 然后我们的币价结构能够强度是否能够满足要求 还有我们的机器稳定性是否不够 我们今天测试的是我们一台18米的残油取币 额定展盒为250公斤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取币是处于一个最大水平延伸状态 也就是一个最不利于稳定的状态 我们的平台上面是放置了130公斤掌盒 同时有一根吊带 一端是悬挂的吊在了我们的安全带的调点上 另外一端是悬挂了一个120公斤的配重 但是这个现在这个配重没有直接作用到我们的测试设备上 而是由另外一台设备所调起 当我们测试开始时 我们会将另外一台设备上的悬挂突然释放 让我们这个120公斤的展盒来冲击我们的这个高峰作业平台 在这里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实验 让我们一起倒数54321 然后我们一起来释放掉那个悬挂的展盒 让它来冲击我们的高峰作业平台好不好 好了我们一起倒数54321 释放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一把20公斤的冲击展盒下面 我们币架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坏路 但我们的底盘依然纹石不动 这说明了我们刚刚这个平台的稳定性是足够的 同时我们的安全带的要点和币架都完好无损 也证明我们的结构强度是足够的 其实我们通常的实验我们刚刚这个平台 所做的实验大概会有几十种之多 但是今天由于我们的场地限制和时间限制 没有意义为大家展示 以上七个实验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展示的一个我们高峰作业的一个测试实验 下次我们的测试也结束了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产品体验环节 将要求我们客户对我们的机器进行一个体验 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一青年推出的新品 包括检查 取缔和直缔产品 在我的左手边是我们 新包装中的一个成熟产品 也包括检查和取缔产品 接下来我们将开放样机演视频 各位有兴趣的嘉宾朋友 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体验这些样机 在我们演视频的后方 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发放安全带与安全帽 谢谢大家